三十七年来 教生忠于大使命 牧养圈外的养 在社区中建立完整清晰的基督徒见证 并且深入社会各阶层 策动全人城市关怀不到 令人归注结出很多美好的果子 未来在继续向前时 我们需要有接棒的工人 才可以既往开来 把事工传承下去 这就是教生宣教士学院存在的目的 而更为重要的是 全球各地上有许许多多未曾开发的地方 如果没有足够的宣教工人 福音很难传到地界 主耶稣曾为此深深谈息 要收的装甲多 做工的人少 创立教生宣教士学院的目的 不仅仅是满足工人数目上的需要 我们相信造就怎么样的工人 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在筹办宣教士学院之初 我们已经定下明确的半学方针 我们的教学理念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 大拇指代表忠于圣经 相信圣经及传讲圣经 十指代表指引方向以敏锐触角引领现今时代 中指代表身相至高明白神的心意精确地达成目标 无名指代表为身奉献在挫折中坚持到底 小拇指代表成手信约 善于与教会结联及团队建立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宣教合场 主要在城市当中呼召许多的宣教士起来服侍它 耶稣基督的救恩要和城市发生一种密切的连接 教圣宣教士学院的成立 就是要呼召一群热爱圣经 愿意祷告 反省 把自己所学付诸于实践的城市宣教士 参与在上组的工作当中 我们的专业训练集中在五个范畴 圣经神学 城市事工 宣教领导力 宣教士品格塑造和团队建造 学员累计七张证书 共35个学分以获取专业文凭 每一张证书均需修读指定课目 参与实习和经过测评 在教生宣教士学院修课 学员有一对一 还有集体的教练时间 他们将会经历自我洞察能力的提升 以及培养出严谨的自律习惯 走上效法基督的成圣之路 成为一个教练型的城市宣教士 作为教生宣教士学院的实习总监 我认为任务最大的是如何把专业培训 五个方面实践出来 可以帮助学生打好稳固的理论基础 另外一方面也可以提供更好的学习的实习的机会 让学生们能够在建设知识上多而又多 成为一个国度的工人 二十一世纪的城市关怀宣教士 有着兼备专业训练的社会工作者的身份 是在复杂多元文化的社区中 仍然坚持以人为本 明白社区 关心社区 以爱为核心价值 来服侍社区 弱势群体 最终令人归主的宣教使者 教生在2018年已经开始了宣教士的课程 在过去的一年半 我已经上了十多门的课 在服侍的同时 可以继续地接受这些又有广度 又有深度的神学训练 从信仰的根基 到生命的操练 到关怀牧养 等这些实际的培训 我觉得这些对主的工人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求所有入读的学生 都要辞掉工作 专心学习两年 但学院也全力支持他们 要成就这样的决定 需要每一个关心未来工人的教会 及个别弟兄姊妹的支持 我们为此成立 额巴底1%基金 盼望大家拨出全年收入的1% 来支持学院的运作 我在这里诚恳的富裕弟兄姐妹 参与这个奉献的行动 在你的收入中 博取1% 来支持这个宣教师训练工作 让我们一同来为 教会未来的宣教师工 付出代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